女人 真是太丢脸了 竟然接吻的时候晕了过去 这只丑猫 肯定要借此机会嘲笑我一番 再多休息一会儿吧 你今天好奇怪 从昨天晚上开始就乖乖的 没有啊 你是不是要丢下我 我从过去 现在到未来 我的心 一直都放在你这儿 我是绝对不会丢下你的 那 那 你不回玉璃了 不回去了 不 你可以回去 但是 要带上我 你 你 你 约定好了 约定好了 小波 我想和你拥有很长很长的未来 想和你得到所有人的祝福 想陪你走完这一生 老陆 抱歉 我不能给你婚恕 也不能给你未来 你不是想知道 我在孔明登下许的什么愿望吗 你才能给你 一会儿我回到魂珠里 你把蓝魂珠 交给素子墨 男人之间的告别 是不需要眼泪的 以后就要好好保护好墨家 保护好公主 听见没 来 我有话跟你说 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一开始 我以为大哥冲喜之后 只是性格有了变化 后来发现大哥完全就变了一个人 我心中有过怀疑 却一直没有机会去探名 直到那天 我听到了大哥和子某兄的对话 我才确认了心中的猜疑 你不是我大哥 你说对了一半 我虽然不是莫修人 但我拥有他的记忆和情感 我不是他 但也是他 记得你小时候喜欢钓鱼 他给你做了一根鱼竿 有一次你钓了一条特别大的 你被那条鱼拉入池塘当中 差点溺水而死 因此 你大哥被父亲责罚 在池塘里面跪了三天三夜 我记得 那天是腊八节 我还为大哥送去了被子 和腊八粥 只是没有想到 那一夜东院起火 大哥的母亲被困于火海 从那之后 大哥和我二人便越发疏远 少将军此行出战青州 定能一举拿下路人城 率大军凯旋 大哥 这是我在广佛寺 为你求的平安符 希望此战 大哥能够平安归来 我一直想向大哥道歉 他却不给我这个计划 他已经原谅你了 这是你大哥 在青州给你写的信 于姬 青州防线战况凶险 我此战怕是有据无回 有些话想告知于你 免留遗憾 你 你一直都在怨我对你的疏远 诚然 当年我确实无法 从丧母之痛中走出来 便将此事怪罪于你 但随着年岁渐长 我逐渐解开了心结 然而你我二人关系冰封已久 不知如何解开 此战也许便是我生命中 最后一战 便借此行向你说一声抱歉 于姬 大哥此去 莫夫就托付给你了 我从来没有开口 要求你做任何事情 但现在 我需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情 作为莫修冉 我现在把莫家托付给你 作为我自己 我现在把小薄荷托付给你 你要答应我 从今天开始 不准任何人欺负他 这要求恕我不能做 能保护小薄荷的只有大哥 不好了 不好了 小薄荷他不见了 什么相 别住呼吸 罗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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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突然进入房间的时候 闻到了一股异香 就感觉头晕目眩 晕倒之前 我看到了二老爷 二老爷抱走了小薄荷 难道是他 禀二少爷 小四发现 招财死在二老爷的院子里 边上还有这封信 莫修冉 若是想救你的女人 便用你自己的性命来换 明日深时 让莫语记带着完整的蓝魂珠 来依善堂交换 莫修冉 书虎 你要是敢动小波和一根汗毛 我一定将你碎十万短 快注 有 我的 有 我 是 我 是 我 是 我 他在做什么 他把魂珠都吞噬了 二老爷 你如此对我 少将军要是知道了 定不会放过你 十五者为俊杰 你要是现在放了我 兴许我还能帮你求求琴 我劝你还是少废口舍 你体内的七星毒就快要发作了 我要是你 就好好珍惜这仅剩的一点光阴 七星毒 十年前你遭受了我的致命一击 盆来命不久矣 却不想竟然有人愿意牺牲自己为你续命 可是那时 在你体内我就已经埋下了七星毒 就算你侥幸逃过一劫 你也活不过十八岁 什么七星毒 我从未听过 不信看看你的左手臂 这 这是什么 七星文 只要这文路蔓延到你的心脏 你便会蹊跷流血而死 不是吧 没有美一点的司法吗 我